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视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体肤的活动二阶段 伪月落第二个boss神乐要怎么打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的增益词条 今天的增益词条是处于简易状态的单位 受到技能伤害增加60% 换句话说我们要尚可以叠debuff的是什么 再加上今天神乐这个boss是有带小怪的 所以第一反应肯定是青鸡 加上第十天会识花鸟卷以及两面佛 经典的佛地卷青组合 但因为今天神乐会疯狂的反击 而且神乐不能被控 加上今天阅读伤害也不错 带两面佛我发现容易阵亡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把两面佛这个输出位置换成灵验机 如果没有灵验机 那么带两面佛带上灵鹿玉前也可以 就是有可能会阵亡 因为主力输出带的是真女鬼灵歌机嘛 所以打火机不管是千机 阴帆灰烈机 SP聚乐神这三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完美兼容 用这个阵容打下来 大概需要接近两分钟的时间 挂完一局 但优点是不需要标记 纯自动挂机 相对还是比较省心 和昨天一样 如果是缺一个士神 可以去找好友聊友 无限次借用 但如果缺的是多个士神 就只能换其他阵容了 会是荒鸟圈 带上心眼鬼灵歌机 或者是狂鼓鬼灵歌机 都没有问题 因为今天boss伤害不低 而且灵验机需要治疗量 所以推荐最好是面板满爆 这样可以有效提升治疗量 青组即便带上血游魂土蜘蛛 四号位带上命中 命中越高越好 两件套的土蜘蛛并不强求 可以没有 纯血游魂或者是血游魂歌机 也是没问题的 青组二号位最好带上一个速度 因为神乐反击可以封印被动御魂 速度快一点 可以帮助他尽快跑上来冰冻小怪 第十天机面带的是火灵 火灵万弓 极限攻击即可 灵验机带的是真女鬼灵歌机 攻击攻击暴击 面板只需要70暴击 这里我懒得改御魂了 就用的是满爆的御魂 有一些伤害溢出浪费 最后是流光追悦神 带的是招财 速度稍微快一点 队伍里面的二速这样子 如果带的是阴帆灰夜机 需要锁定二技能 带的是前击 最好是比青机还要快一点 然后再来看一下 今天推荐的第二套阵容 套娃阵容 打起来会比上一套稍微要快一点 但是需要手动标记下boss 其实须左阵男还有仙女 他们会自动锁定生命最高的boss 主要是空向面灵气这个技能乱放 所以需要标记一下 那这一套只要保证 空气的面板爆伤高于虚左 石灵就会自动位翻位给空气 不需要手动标记我方单位 只需要标记boss就行 虚左加上空气石灵套娃 这个打boss就不说了嘛 对于小怪主要是靠仙女的建设伤害 还有靠石灵扔拉机的AOE伤害来解决 这个阵容打下来 差不多在1分40秒左右可以击杀 和上一个阵容比伤害要更加快一点点 而且比较稳定 上一个阵容因为有真理的原因 可能会打进最后一分钟以内 比上一个阵容要快一些 但是阵容要求会高一些 还需要手动标记boss 看大家自己取舍吧 欲魂部分 虚左带上狂谷土之珠 或者海月火域土之珠 这个取决于带的是千金 还是银帆灰叶级 千金带上屠佛 银帆灰叶级带上极限爆伤的火灵 石灵带上极限攻击的一念火 空向面灵气带上海月火域 空气和虚左都只需要70暴击 空气最好是面板的爆伤高于虚左 这样不需要手动标记空气 仙女带上万宫的火灵 或者万宫的招财 看打火基带的什么 好了 那么伟月落第二个boss 伟神乐的打法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艾克戈海城路 后面还会继续更新 伟伯牙伟比丘尼的打法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